南投清淨農場土地 過去是塞德克族傳統領域 但在民國61年 卻把族人釋帶為生的跟坐地 移轉由退府會登記取得 而當時也處於威權統治時期 讓爭取土地權益舉動受到限制 族人只能被迫接受 但經過監察院跟相關 單位調查後 在當地物色農場 堅情鄰員跟國有三十六 林班地範圍 並未納入測量範圍 在土地取得程序上 何有為師 不過在九號協調會上 退府會還是強調 都是依據相關法規 依法取得 我們對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確實彎不違的報告 對我們土地取得的這一件 確實也有引用相關的法規 還不至於違法 我是怎麼樣多激的 怎麼樣塑銷的 我們再往下走 但能不能把這真相 至少一個比較拚命的真相 大家看見 針對監察院的調查的疑義 我這邊講 要提出一個檢討改進的作為 甚至於將來就原住民土地肥腸 這個都不用查了 跟監察院調查報告完全不一樣 那你們還是堅持 就是說你們的過去的 多數的程序 但是這個部分 不可能讓退府會進行調查 還是要透過我們律法院 監察院 會議上委員也提出 希望原民會在日後補齊高砂族保留地 地籍資料 以及要求退府會繳交 當時民國五十年 召開的註銷地號的會議紀錄 期盼進一步釐清真相 讓族人得到應有的土地權益 原視新聞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